在协和里名会堂向外眺望 整个外木山渔港尽收眼底 卫生局为了鼓励民众要有规律健康的休闲运动 特别举办了一场拒绝槟榔 拒绝烟酒的剑走行程 沿着外木山晴隆湖滨海大道来回 与大海蓝天一同呼吸 果真受到民众热烈欢迎 因为可以锻炼身体 走一走很健康 对啊 走一走很健康 又不算很严 对啊 因为我也73岁了 虽然艳阳高照 但秋风吹拂还涮凉爽 出发前夕 贵宾云集 共同鼓励民众要多运动 拒烟 戒酒 戒槟榔 有益身体健康 非常谢谢我们卫生局 还有我们各区里的办公处 为了我们市民的健康 定期举办我们宣导践行的活动 就是为了让我们市民 有永远健康 天天快乐的生活环境 也希望我们市民 用于来支持我们戒咽 戒咽 聚酒 聚冰囊 有益身体健康的活动 戒咽 聚冰酒活动 在社区都在办 分别在办理 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 狭应我们这个活动 因为要活就要动 健康大家一起来 今天的活动是健走 其实我们每一场次 几乎都是健走 希望市民朋友 能够一起参加 就是鼓励民众多走路 多运动 拥有正确健康的运动习惯 拒绝槟榔烟酒 让身体健健康康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